新八市政府路間叫 在這三中中學體育館 今晚第五次國調技能比賽 和國際交流活動 市場主理輪特別來到現場 為所有參加比賽選手加油 今年一度國調技能比賽和國際交流活動 進行在三中中學體育館性大今晚 過去今晚四天以來 已經沒有出北就贊言國調老師 我們這些神星雕塑 培育了好多好多的 非常多的優秀的國內的國調大師 連續這五年來 我們不但國內比賽 還有引進國際的大師 甚至國外的選手也一起來參賽 我們這些技職教育也非常的重視 其實我常常講說 一技在身勝過所有的學歷 我們新北市特別重視技職教育 國調技術是我們勞工局跟教育局 一起來推動 讓我們更多的年輕世代來參與 一次除了有125的選手參加 又邀請來外地名的國調老師 在比賽現場電視各種特色的作品 比如這個介紹寶可夢圍的國調 又相當陰氣主意 那我每年的作品其實基本上 那就是看潮流啦 現在人家流行什麼 那剛好寶可夢現在又正行 所以我應用了這麼多的蔬菜跟水果來結合寶可夢 大家可以來這邊抓寶 不用到外面 外面太多人抓 在這邊一下子就可以抓得到了 而且我這邊還設計鯉魚網 它還有進化版的叫龍網這樣子 就是用整體的全部的水果架構來做 這場國調技能比賽 無論是一場比賽 也是一個跟國際交流 共同典現實力的大舞台 尤其外交三處跟慶祝變身採押 也發揮自己最大的領域 現在本應和林欣如三重蔡方報道 好